流量攔下後警方搜出槍枝 小心翼翼的檢查 初步檢視 这把改造手枪还没上膛 但仔细点一点竟然有8颗子弹 没有 周星驾驶站在一旁 原本嚣张气焰瞬间全没了 慌张的为自己辩解 13号凌晨台北市警方在市民大道杂道口 进行攔查 男子停车开窗瞬间 飘出毒品味道 原警察觉有意要求他配合领检 没有想到驾驶先是猛按喇叭 接着又呛售为什么要看 只要警方确认驾驶座旁 藏有好多包白色粉末分装袋 喝斥下车 当场在车内搜出一把改造手枪 磁弹35包K他命 还有两包毒咖啡包 驾驶见景神情紧张 眼神飘逸不定 所掌于盘查过程中 目视驾驶座中央排档杆 上的警告支付杯架 有毒品咖啡包 立即贺令驾驶 骑火停车受减 轴性驾驶变称是透过网路交友软体 任势下游毒贩 双方约在新北环块进行交易 但才刚出门就被逮 还企图撇清责任 说枪是朋友的 不知道怎么会在车里面 被依违反枪炮及毒品罪 引送罚办 但就怕他是运毒小蜜蜂 无骑车敢开车贩毒 来源是谁还要追查明白 TVB 秀的肖音强 叶俊推我的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 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